一回到他家他還會做一件事情 他就會把他家 因為他家那時候是那種 就是比較古老會有鐵捲門那種 他會把鐵捲門放下來 我連偷跑出去的機會都沒有 因為我按不到那個鐵捲門 他把妳圈養起來的感覺 他把我給監禁的感覺 我那時候真的就這樣子 好可怕喔 被他監禁大概有三四個月這樣 那個男生剛開始就表現得很愛你的樣子喔 就是會寫情書 然後一樣也會什麼送花什麼的 然後覺得哇 好浪漫喔巨蟹座這樣 但是後來就開始不對勁了 就是他會很沒有安全感 然後比如說我去男生家 然後我們就是有時候 可能甜蜜住個一兩天這樣 我就會可能要回家 他就會說 Baby我真的好愛妳喔 妳可以不要回家嗎 他就開始不讓我回家 我說蛤 幹嘛不讓我回家 他就會覺得我一回家 我可能就會跟他分開很多天 反正他那時候就是好沒有安全感 那個佔有 對 他就想要再猶豫這樣子 然後呢那時候就是 比如說我已經住幾天 我說真的沒有衣服穿了 我就還要去便利店買紙內褲 他就不希望妳穿衣服 不是 對 妳還是穿上好了 妳還是穿上好了 好搓房間 我們就正常的這樣 像男女朋友同居 可是總是會有 你知道沒有衣服啊 要回家拿什麼 或是我想要 回家看一下家人啊怎樣 他就會說 好 我載妳回去 但妳三分鐘要下來 三分鐘 就是他規定我 好像那種當兵你知道嗎 就我還要拿一下 預備 記住 3分05秒 人呢 就一直打這樣子 然後我就 拿衣服很像在逃跑還是什麼的 然後呢回家一下子 然後Jerry可能想跟我聊個天 我都不能跟他們聊 因為三分鐘要到了 好可怕 然後我一回到他家 他還會做一件事情 他就會把他家 因為他家那時候是那種 就是比較古老 會有鐵捲門那種 他會把鐵捲門放下來 我連偷跑出去的機會都沒有 因為我按不到那個鐵捲門 把妳倦揚起來的感覺 把我給監禁的感覺 我那時候真的就這樣子 好可怕喔 被他監禁大概有三四個月這樣子 妳那時候不用工作 我要工作啊 他工作他就載我去 在下面等我 他就是不讓我回家跟別人出去 那他有在做事或是幹嘛嗎 那那時候一開始沒有 但後來他就去當兵了 我是到了他去當兵 因為我才逃出這個監禁 哎唷 對 然後呢那時候 比如說他後來去當兵 他就更沒有安全感 因為我就沒有辦法 跟他一直黏在一起了嘛 然後我可能就會去工作 我會打一起 就是那時候會POFB啊 比如說今天大家去錄外景 然後一起拍照這樣 然後假設小玉在我旁邊 然後我們一起這樣拍照 其實也沒什麼 他說 這很難的為什麼站你旁邊 我說沒有 我們就是錄完影一起拍照說 他是誰 你是不是有加他 因為以前大家都會加FB 他說現在給我刪掉 超可怕的 他就是會直接佔猶豫最強 然後要我把那天錄影的人 全部都退掉 那我超不好意思的 那妳後來還是退掉了 我就還是得退 那妳有沒有想過 那個時候妳為什麼一直配合他 為什麼不逃 為什麼不跟朋友家人求救 妳當時在想什麼 我跟你講其實我那時候就是覺得 可能就是他太愛我了 對 都會這樣子 妳不忍心的傷害他 我還會覺得 我這樣一直想回家 是不是我的問題 可是其實我是正常的 這就是現在大家很流行講的PUA 他被精神控制 而且是心甘情願的精神控制 他現在自己這樣分析 是因為現在回頭看 他可以理智出來 當時他一定覺得說 我好重要 我好被需要 我就 對 然後大家都 大家都不會愛我 只有我男朋友最在乎我 是不是 好像有一點 就是有點病態 那他退伍之後他變得怎麼樣 我跟你講他退伍變了一個人 就是後來為什麼會分手 變女生 不是啊 不是 你說被學長調教了嗎 沒有 不好意思 因為我在軍營裡面學長 是這樣子嗎 特別不愛的 可能不是那個改變 就是他在當兵前 很愛我很愛我對不對 好像沒有我會怎麼樣 結果當完病以後 他就回到就是你知道 就是開始工作啊什麼的 然後跟兄弟出去啊 然後開始不接我電話 完全變了一個人了 就是好像他的世界 就是不需要我的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 欸 也差別太大了吧 但是 我其實跟他最受不了 就是我覺得他脾氣 非常有問題 就那時候就是我買了一支手機送他 然後呢 結果呢 就是我們可能就在捷運站吵架 因為我那時候就發現 怎麼會有那種奇怪的女生打來 可是可能曖昧還什麼的 然後我在跟他吵的時候 他就這樣 啪一下就把我送給他的手機摔壞 那個手機當時買有多貴 他手機裡面有問題 是不是 喔 我跟你講 男生來解答 我跟你講 現在這個手機這麼貴 現在會摔手機的人 一定就是手機有問題 裡面藏著不能被看到的東西 因為我那時候就說 你給我看什麼的 我們就在捷運站這樣拉拉拉 然後他就一氣 就把那個手機摔壞 對 而且那手機還是我送的 我就超氣的 你知道有多貴嗎 誰不摔壞 你一看 就是什麼 你什麼都沒啦 你就全部看到啦 對不對 原來如此 所以現在看到 不管是男生 女生 你的另外一半 摔了手機 你就會知道 這手機一定有問題 有鬼 你真的是大事 我寧願不讓你看到 我也不想 我再買一隻手機就好了 哇 真的 有道理 沒想過 那最後怎麼分的 最後就是因為他這個脾氣 一直這樣很可怕 然後我就跟他分了